台風是過去了 風還很痛 不簡單 台風天內來上課很好 非常好 來 這邊有一幅畫 誰可以identify 就是認出來這是誰畫的 你們上過課的就不要講 沒有上過課的 來 有沒有 可不可以猜猜看是誰畫的 你有看過嗎 高跟 你知道你有學過這個嗎 阿里奈仔高跟 你有學過藝術 對藝術比較有興趣 你是學藝術的嗎 一點點 多大的時候就學國中 國小 大一的時候有課 叫做 史蓋倫 意思是史蓋倫 那不錯啊 你們需要這個 可是要等到大學才學 人家在國小 高中 就開始都去Museum去看 我們台灣的教學比較晚 對 太晚知道 啊 除了不知道的話 用猜猜看時間 這什麼時候的話 當時 當時為 大概什麼年代 猜猜看 你有看過嗎 蛤 猜猜看 五十年前還是一百年前 還是兩百年前的人畫 還是五百年前的人畫 有看過嗎 竟在有 用你的直覺猜猜看 中世紀 好 還有沒有人其他答案 有沒有 沒有人敢猜喔 我跟你講最近的人畫 中世紀的人喔 第一個不會畫 這個 因為中世紀的人畫的比較是基督教文化 要不然是 教會的 要不然就是 皇宮貴族的 中古世紀啦 這是畫什麼 不要 大西地的人 你看土著有沒有 中世紀還沒有跑去 探索世界啊 十六四七世界才開始 海洋才慢慢開始啊 所以這個是後來的事情 來啦 直接講答案 這高庚畫沒有錯 高庚活在什麼時代 一百多年前 百幾年前 才一百多年前喔 高庚是畫家你們知不知道 不知道 我現在講了高庚是畫家 他跟 凡谷有沒有聽過 凡谷就有聽過 高庚沒聽過 凡谷也沒有聽過 凡谷也沒有聽過 請舉手 Vincent Vengo也沒有聽過 凡谷有沒有聽過 兄弟國外的藝術家 很少有的 荷蘭呢 荷蘭藝術家 你們講到藝術 你整個眼睛就好像瘋起來一樣 不知道在幹嘛 我看人家都看得到髮型 你們大家那個髮爛爛 我怎麼說下去 來 這個你們看我也看不懂 那直接跟你講 藝術家 有錢的時候 就 很喜歡 插花 他爬到錢的時候 他搬到錢的時候 他搬到一個地方 叫大溪地 你知道大溪地在哪裡 這種可以知道吧 大溪地有沒有聽過 大溪地在哪裡 也不知道 哦大溪怎麼辦 你的那些叫做常識太少了 南太平洋 南太平洋 太平洋 你們知道嗎 我們假面就是太平洋 對吧 泛太平洋 欸你們要執政欸 蛤這什麼執政 來 你知道TPP是什麼嗎 以太平洋為中間 四周圍圍繞的國家 成立一個貿易的自由區 有一些協定 你們要執政欸 蛤你們是不是要接受訓練 那邊是不是有一隻動物跑進來 OK好沒關係 小小的動物 會動的東西 這個梵谷 搬到大溪地以後 他帶他賺的錢 在那邊很好過日子 每天 就是 三餐都有人叫狗 還有美女在旁邊服侍 他每天過日子好快樂 什麼事都不用做 對不對 這是不是台灣人追求 整天有什麼事情 都讓人家吃飽飽 很高興 還有美女給你祝福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欸 來 是不是 照理說 你如果過那一季後 你應該做什麼事情 你應該沒什麼好 有歡樂 對不對 應該不會想太多吧 我跟你講 這宜書家畫了這幅畫 在最快樂的時候 他畫這幅畫 他畫這題目什麼 你知道嗎 欸 那個 我這個包包可以動嗎 不能動欸 你幫我調一下 對 很好 欸 資源回收人不會問的問題 待會再講 這不是題目 這個畫有個題目叫什麼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從哪裡去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年畫的 1897年沒多久以前 那時候人畫 他在問什麼 你知道嗎 你聽得懂他問的問題嗎 當你在最快樂的時候 居然問這個問題 我是什麼人 我現在在這裡創什麼 我要按下去 我上面寫一個資源回收人 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指什麼 下面意思 這個資源回收人 這個字 是我幾年前 Coin出來的 Coin 你知道那個字的意思嗎 Coin就是製造一個新的名詞 Coin 從我開始 定義這個新的名詞 叫Coin 那這個名字叫做 資源回收人 我道道說 我看你們的 好像反應不是很好 是下午要吃飯之前的一堂課 精神乾杯 那講一些輕鬆的好了 那你們提提一聲 來 那個 直接講下去 資源回收人是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要從這邊講起 這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在人類有開始有歷史以來 多久 現在現今住在世界上的人 最早可以堆到多久以前 你看 差不多六萬年以前 差不多這段時間 從非洲離開 非洲之前多久我不知道 但是非洲 我們現在活在世界上 所有的人類 這六百年以前 飛船走出來 共同的主線 過去所有的人類 大部分的形式 因為住在世界上 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 什麼叫部落 你們知道嗎 什麼叫部落 部落 部落就是很多的家庭 因為共同的生活 領域 共同的資源 對不對 共同的狩獵範圍 結在一起 就是部落 對吧 你們說 你們有一點 有一點回應 好像都沒有 Response 好 那他們之間 部落跟部落 相處到怎樣 不一定相處 會變好朋友 會比較大的 為什麼要結在一起 你知道嗎 因為以後會有人跟你打架 但是你 你的人比較多 你就會贏 人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越結越大 部落之間會越結越大 沒錯吧 那個動物 可能要把它移出去 它就在這邊的第三排 因為影響大家同學上課 我們這邊是農莊 所以各種各樣的動物 都會不小心的 跑進我們的教室裡面來 不要跟它回應 它就會乖乖的走 很好 謝謝你 我們的不要那麼爛情 當官之後 很多是理性的思考 沒有 我沒有說 你是很熱情的人 我知道 沒什麼不好 來 我繼續講下去 部落之間 渡到真的會燒台 燒台 什麼叫燒法 燒台是怎麼燒 過期 都把你燒光 首先把你燒頭 後來全部滅光 你知道為什麼要全部燒到光嗎 不給你留火口 怕你走出去 你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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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修 所以要嘛 就一次做乾淨 全部殺光 老老父父 全部殺乾淨 對不對 以前的部落戰爭是這樣 你不知道嗎 那你的祖先是這樣殺的啊 所以你看IS那中東國家 他們一下給人家斬首 不習慣對不對 我告訴你 過期的人類歷史 都是這樣殺的 最近我們覺得這樣比較文明 但是用原子彈 有比較文明嗎 我問你們 比較乾脆 有嗎 都是殺人嘛 對不對 很多事情值得你們去想 現在問題來了 殺光之後 他們發覺一件事情 我的土地變大了 對不對 我給你檢驗 我的土地變大了 我的那個 要處理的事情越大了 但是我人變少了 對不對 這樣不對 所以他想一個方法怎麼樣 給你更厲害的台 那村的老老父父做什麼 老爺 對不對 留下來做什麼 我就給他名字啊 有的人就講出來 這就是資源回收人 為什麼他們叫資源回收人 你知道 他就留下來吃飯睡覺 上課跳舞 買東東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上課跳舞 做什麼 就製造生產啊 時間 夠了 把他叫回來 叫你去工作啊 對不對 那那種人叫做什麼 他們第一個 他們已經失去效忠對象 本來部落被我們消滅掉 所以他就變成隨時 大家都可以用的 我叫做資源回收人 你怎麼叫做資源回收 是什麼意思 本來是本手被人丟掉 拿回來使用 對吧 本來是垃圾嘛 被人被棄制掉 但是拿回來使用 有這個人 本來是本手 要用台的 拿回來使用 那個叫做資源回收人 沒有效忠的對象 沒有投的 過去部落戰爭都是這樣子 部落戰爭的 專服對方以後 都有一個統治手段 你看 這是什麼 這是埃及的不同的神 這是非洲要不同的神 這是埃及的 這是修台的 之後會做什麼事情 我跟你講 他們統治者 基本上 全世界統治者 會做幾個手段 宗教語言信誓 宗教講 故意中東地方 修台 尼羅河神是什麼 蝴蜜 鱷魚 另外一個族 他們族跟族之間打之前 不是直接就打架 他們會把他們神抬出來 說我的神比較大 因為說我的神這麼大 對不對 一個是蝴蜜的神 一個是蚵蜜的 眼鏡蛇 因為沙漠裡面 拜眼鏡蛇嘛 開始打 打完以後 贏了 比如說蝴蜜的那種贏 要叫輸的那種 把你的神都燒掉 對不對 因為你的神到後 才會怕輸 所以把你們神全部燒光 不准再拜你們的神 你如果繼續拜你的神 表示什麼 你現在輸了對不對 要歸我管對不對 你要拜你的神的話 會出事 對不對 你的神跟不一樣 你拜你的神 拜我的喚 對不對 我就不准你拜你的神 第二 什麼 你不准你再講 你母親教你的話 對不對 為什麼 你滴滴咕咕 在講什麼東西啊 你現在是奴隸耶 我不曉得你在搞什麼東西 你只能學我的話 對不對 你是主人 一定要求用人 學你的話嘛 你幹嘛去學菲律賓話 還是 印尼話 為了跟你們家的幫傭來溝通 不會吧 對不對 一定是他們學你的話嘛 所以你也不禁止 讓你抓來做奴隸的人 說你的話嘛 你不准他又說他的無忌 對不對 會毀掉他的語言嘛 再來講 姓氏 你如果不可能留你的生 你如果留你的生 你就永遠記得說我不是你的人 我跟你不一樣 有一次我要換 就是這樣嘛 所以這三樣都是統治者一定要抓的東西 抓你的宗教 抓你的語言 抓你的姓氏 沒有錯吧 那就是過去台灣人對的事情 對不對 你心裡拜的宗教 帶一個是本隊在台灣的宗教 不是啊 都是中國那裡來的啊 你說的議員 你說台義是台灣人的 不是耶 本隊也不是耶 那也有中國來的啊 你的姓氏是你的姓氏嗎 你也不是耶 我會越說越清楚 簡單的一個圖形 給你看清楚 這個喔 部落形式 M174 我待會再檢視什麼叫M174 四萬年前 有一個人來到這個土地 FOMOSA這個土地 那時候不叫FOMOSA 這個土不名的 那時候來到這裡 經過幾萬年之後 會形成部落形式 其中一個最大叫大渡王國 接下去後來 因為航海基數變好了 很多世界有航海基數的國家 就跑來侵略你 對不對 跟你要資源 把你當殖民地 對不對 這些裡面有西班牙 荷蘭大清帝國 西班牙荷蘭是有 澳洲那裡 日本也來 這些進來以後 他們是誰啊 我一個名詞給他 叫做掠奪者 PREDATOR PREDATOR 掠奪者就給你唱的 什麼叫做掠奪者 說一個稠辣的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不要對你負責任 過去 有美軍的軍艦 軍艦 來到我們的屏東外海 擱淺 尊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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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難 走路上 結果尊敬人 全部被殺光 所以美軍就跑到大清帝國去抗議 說 欸欸 你們跟我們人台詞 你在背 大清帝國說 什麼跟什麼 那是化外之民 不歸我們管的啦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那就是什麼 他就是殖民者 殖民者只要從你這邊拿資源 但是不要定你負責任 如果出事那是他的事 隨著人去台 就是這樣 這就是殖民地和殖民者的關係 不想替你負責任 盡量的撥去你的資源 等到你的資源用完 他就把你丟掉了 那叫做殖民者 過期就是這樣處理 對不對 眾多的殖民者之間 有一個比較大堅的贏 什麼人 大日本的 大日本帝國 打敗了大清帝國 所以大清帝國就割土地 來背 不然大清會被滅掉 對不對 他當然就跟你說 不然這塊給你 你不要再打 不要給我收你 講條件 所以是講和條約 大清跟大日本帝國講和 兩個皇帝講和 這樣不要打 這塊土地給你 但是日本人拿到手中的時候 陸地不是把它當殖民地 他是目的 最後要把它變成他土地的一部分 所以中間 就想男生追求女孩子一樣 男生要跟女生結婚之前 我送你花 給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請你吃飯 給你照顧好誰好誰 這就是大日本帝國 50年在台灣的建設 就做這件事情 最後是怎麼樣 1945年4月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這就是結婚的動作 他照顧你換取台灣人百姓 對他的效忠 這個婚約成立了 從此以後台灣的性質 他的性質 永遠的改變 什麼 從一個未婚變成已婚的 從前不屬於任何地方 是一個給任何人 可以來殖民的地方 誰最大誰贏 從此以後他是屬有人的 是誰的 大日本帝國天皇的 對不對 是天皇的 天皇的土地 所以你已經是屬於人家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換 他照顧我們換取我們對他的效忠 所以你才去當兵 效忠的一種形式 現在知道嗎 這就是整個台灣的歷史 等一下有人說 但是現在是中國人把我管 不好意思 19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們日本帝國輸了 輸給誰 美國 所以呢 美國就派他一個 派他的代理人來到台灣 就是中國流行人士來台灣 代替他佔領這件事情 那真夭壽耶 怎麼個夭壽 他過去給你 欺負冷靜的 中國人又來送禮 還給你照他一次 很可惡喔 所以 我們現在要照顧 說 欸 他們來的不照全家來的 抓我們去當兵 改我們的心事 改我們的預言 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照顧之後 他們就要照 對不對 法理一出來這人 就要照 但是裡面有一個人 我們裡面有一個人 我給他們照 什麼人 我給一個名字叫余虐 余虐是什麼 觀點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謂的余虐 過去 以前是大明帝國 對吧 後來換清朝統治 對吧 就有一群人 不願意變成清國人 反清覆明 對不對 沒錯吧 因為一個朝代在換的時候 新的朝代不願意接受 舊的朝代不願意接受 新的就這樣 舊觀點不要改變 所以就反清覆明 所以就反清覆明 後來換這個土地 換到大日本帝國拿來之後 一天 過去有大清朝統治 200多年的人 漢化的媚婆祖的人 不願意改變嘛 才會換嘛 對不對 或者從中得到利益的人 繼續跟他反 這種人的名字 我就叫余虐 觀點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有的余虐 好啦 我沒要說那麼多 我繼續再說 戰爭後會產生大量的資源回收人 簡稱這群沒有頭的人 叫做R-Man R-Man是什麼 你們有看過超人 有啊 但是沒有看過這種超人 對不對 這種超人沒頭的 鏡雄的超人 是右邊這種 對不對 你現在電影裡面 現變還沒有看到沒有頭的 我創的 他就是全身功能很健全 但是就沒有效忠對象 你可以是博士 可以是那麼不要的講得主 可是你沒有效忠對象 我倒到老闆馬共 我們隔壁就是一個很有名的 我剛才講什麼沒有頭的人 資源回收人對不對 我們隔壁有一個資源回收層 離我們很近 叫什麼 香港 對不對 你們知道香港是一個資源回收層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香港本來是什麼 是中國的一部分 對不對 因為輸了嘛 對不對 我不講中國 大清帝國一部分輸給誰 大英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給他99年 對不對 時間到了 太多回來 所以97的時候 本來 英國人來的時候 在香港做一個很好的制度 在香港住的人 有好日子穿 有好衣服穿 有好東西吃 有好日子過 對不對 他們就很享受 時間到了總督就抽稅 對不對 交給英國女皇 你們這個地方就繼續製造生產 這就是香港 典型的香港人 就只會吃飯睡覺 參加跳舞買東東 你記得 這沒有什麼國家觀念 對不對 完全沒有啦 應該不是說沒有 就是完全沒有 可是中國要收回來 97之後收回來 香港人能跑的就先跑 對不對 就開始移民 澳洲啦 加拿大啦 對不對 為什麼 他怕中國落後進來的話 他不喜歡這個生活方式 他就先跑 可是這群人不管跑哪裡 都是資源回收的人 對不對 其他國家也可以用啊 他就到那個國家 幫他們製造生產 然後繳稅給他們 張力政府 中國 所以中國政府進來 派了一個總督下來 就跟他說這樣 舞蹈跳 馬蹈跑 對不對 那些意思就是說 你們這一群資源回收 繼續製造生產 不要想太多啦 你要想我講給你 以前是做一國兩制 做給誰看 做給台灣人看 可是現在他知道 法理上台灣拿不回去了 所以他怎麼樣 哪有一國兩制 一個國家怎麼會有兩個系統 那不是精神分裂是什麼 所以他一定一國一制 一國一制的結果是什麼 香港人一定要學中文 廣東話叫做地方話 你要學官方語言 你要效忠中國北京 對不對 你要唱中華人民解放軍的歌 對不對 香港人不願意 起到要死 跑去抗議 站中行動 對不對 站中行動記者就訪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站中 我們不喜歡這個總督 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總督 因為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總督哪裡長得不一樣 他說他有投 我們沒有投 聽得懂嗎 他有效忠的對象 他們沒有啊 所以真的不一樣 那總督為什麼有投 因為他效忠中國北京啊 有投叫做有效忠對象的意思 你知道嗎 香港人都沒有嘛 所以他看不順眼 可是你知道 無投的人做事情就是無頭無腦 所以這群他也訴求不了什麼東西 你真的要問他問題 他講不這個雖然 無投的人做事情就是無頭無腦 他不知道他訴求什麼 你真的讓我談判桌來講 他講不出個所有人 他沒有未來啊 他根據什麼 什麼都沒有啊 我站起不要說那麼久 那麼多 說到這個 你們在座各位 有沒有超過 100人公司的老闆 有人是這樣做的嗎 應該有一個超過 兩三百個人的公司老闆在座 我說有沒有一千人 兩百個不算什麼 有沒有一千的 有沒有兩千人都沒有嘛 大家都定義嘛 我跟你講喔 以後台灣民政府的官員幾個 準備四千人 四千人要管兩千萬人 一個人平均都要管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數學問題啊 至少五十萬人啊 那一個人要管五十萬人啊 是不是 欸 在你下面會有五十萬人給你管 你過期不可以做到 一個公司的老闆就不可以做到 你怎麼樣突然 鄉鄉走一下 又要做 要管 憑什麼啦 所以要訓練嘛 對不對 訓練的話 我們要拿什麼訓練你 首先要給你們很多模型 模式 教你 其中一個就是 把人分類 你們遇到的人 把人分類 你們過去不曉得怎麼給人分類 所以你 路過路過路 都在那裡做一個想法 所以你會灰棄 你處理不完的人際問題 因為你沒有把人分類 你不曉得人基本上覺得 我分類的話 到以後到高級班 到那邊專訓的時候 我會越講越深 現在給你們基本的概念 OK 人基本根據他的行為 我給他分成三類 最簡單喔 以後複雜的分類到後面 先講這基本的基礎 然後你慢慢講上去 來 他是根據什麼 行為的主宰者 就是說你這個人做事 那個 現在是有冷氣 還是沒有冷氣 我怎麼感受不到 還是我講話太 火氣太煌 來 動物生存本能 要說人類最原始的 他說 他是根據什麼 來決定他的行為 越下面的話 越physical 越上面的話 越 subjective 再來objective 再來absolute 我先不講這 先講最會的 最會的 最會的就是根據動物的本能 你知道動物 動物是什麼 動物是什麼 你可以用食物控制他 對不對 他的行為是根據動物本能 這個可能講不清楚 我講一下簡單 最近不是年輕人到街上 拿武士都給人家購物 晚上睡不下去 走出去 一頂年輕人 在機械亂競爛 看著人家購物 他也不想說 警察就抓著 你為什麼這樣做 不知道 送 講這句話很奇怪耶 這群人就跟動物一樣 對不對 當他獵食的本性 殘暴的本性 趙宅尊 他就要去發洩 發洩完就ok了 他不管人家死活 沒去管別人的死亡 他管他要做什麼 這群人是動物的本性 動物如果他咬到 脾氣很壞 會斷出咬 所以你用食物可以控制動物 叫他站起來坐下去 那叫動物啦 動物就是 他只管吃的 我跟你說 過去台灣人說過一句話 蛤要做什麼 不就做飯吃 有沒有聽過 蛤那麼多要做什麼 去蛤更近 去蛤畫畫要做什麼 不就做飯吃 蛤那麼多 不就做飯吃 有沒有聽過 那種人就跟動物一樣 你知道嗎 因為他評過一個東西的標準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 不能吃就是 沒有價值 可以吃就有價值 是不是跟動物一樣 是啊 所以你拿貴重的東西 譬如說豬寶 給豬寶 豬寶寶 豬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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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好像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來 我跟你講 這種人你也不要小看像動物一樣的人 我講一下簡單 他可能 塞レモーギ 你知道レモーギ嗎 跑車 你們不曉得 レモーギ只叫Poche 是不是 他可以開跑車 然後住地堡 然後有私人飛機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吃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什麼叫動物一樣的人嗎 他無關別人的死我 他如果要捏他就吃下去 插出來去死 所以動物就是這樣子 你靠近我就咬你 過去我養的狼狗 就是人 那個 普通的狗跟狼 野生的狼混的第一代 那種鴨型還在 所以你就養了牠十幾年以後 要把牠吃飯 那飯拿去 然後手村回來 又村出去那時候 牠就給你咬 不認識主人 因為牠的牠的牠 越牠的狗 牠不會死咬的 就跟動物 牠就是跟動物一樣的行為 你什麼嘛 就是這樣嘛 過期台灣人 很愛問候一句話 什麼 你吃飽嗎 跟動物一樣 你知道嗎 吃飽你就幸福了 英文怎麼說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 對不對 那牠吃飽不出飽 來決定你幸不幸福 那很老腳的 台灣人牠這塊來問候 覺得很溫暖 很相應 很可能 台灣真的很可能 說的話都變成這樣 所以牠是以馴服的程度 來劃分上中下 越高級的動物 開始有自我意識 我們牠的牠 到後來牠搞不清楚 牠自己是人還是動物 牠說有手蜜皮 你如果吃飽的態度不好 牠不要吃了 跟你腮痛 奇怪 那動物會這樣 也就是說牠開始覺得 牠自己跟你一樣 你對牠太好了 開始牠有主觀的意思 牠開始就跟動物一樣 可是這個 中歸來牠是屬於肉體的 我現在在說人 我們在外界 你會接觸到的人 40%是像這樣子 牠只管吃穿喝 其他不管 你講的太深了 因為牠不聽 別說太深了 我不知道 我也知道 有飯吃就好了 就跟動物一樣的人 一群 台灣很多這種人 再來 比較上面 屬於 沒頭的 但是牠比較怎麼樣 牠的行為主宰是 愛國 榮譽 愛情 親情 道德 這種人 他們以遵守法律規範的程度 以及執行效率來劃分 對牠們來講 沒有絕對的對 或絕對的錯 牠們很喜歡講 All depends 端看當時的情況來決定 牠都這樣來判斷事情 最好就希望 你剛好把遊戲規則跟我講 我們會玩得很好 你們可能要慢慢想 60%習慣了 其實60%40是怎麼劃分的 你越先進的國家 中產階級這段越多 下面純製造勞工界約少 我不僅講勞工界約少 我現在說人的種類 它以根據什麼來主宰 你可能在位置很高 可能是教授大學教授 可能是總統 可是你跟動物一樣的 金馬雷公他行為的主宰 Motivation 怎麼Motivation 他的Driving的理由是什麼 所以說這些沒有頭的人 他可能是葉科謀專家 我在講誰 你們知道嗎 他曾經在TED裡面做一個演講 為什麼 因為他實在是太厲害了 以至於人就拍戲 高於秋頭已經拍戲 為什麼拍戲 不會死 因為他用各種機器 就讓他的心臟一直pump 死不掉 腦已經死了 所以他最後就問一個大哉問 到底人 他最好在算什麼人 什麼叫活 什麼叫死 什麼叫死 因為透過大機器人可以一直活 對不對 一直書心的血 可是基本上這個人戲 是不是要把管 他就一直在 那這個問題不是他能問 為什麼 他是沒有頭的人 在他的世界裡面 沒有絕對對跟錯 所以雖然他touch到這個問題 叫做大哉問 什麼叫我 什麼叫死 什麼叫對 什麼叫錯 什麼叫是 什麼叫非 什麼叫善 在他世界裡面沒有 他只有把事情做好 做得有效率 一罐就是沒有頭的人 懂嗎 這社會裡面很多這個 你叫他效忠誰都好 只要這個社會大家祥和 大家過好日子就好 至於誰來管都一樣 所以他願意跟中國公民黨 不我們不要講這個 他說 他不願意承認自己是黃民 他不想效忠任何人 對不對 他會在體制裡面去把它做到最好 這罐人沒有所謂的終極問題 我不要講太深 這上面是什麼 有頭的人 上面叫做有頭的人 就是有效忠 在他世界裡面有絕對的 對錯是非善惡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先講前面這個 這些人在上面不一定都太好走 可能很散 比如說一些傳教士 老遠從外國 長得又高又大 英俊跑到台灣熱身療養院 跟他們高又大 台高的 我們台灣人都不在乎的人 跟台高的 麻風病人 換油了 整四人 皮拿起來 棉花進去 每天做一樣的事情 到最後連太太也帶來 你們也帶來 整個月在這裡做整四人 你們會覺得很奇怪嗎 吃穿喝都比我們還平凡 奇怪 這個人是怎樣 因為他是有頭的人 他有效忠對上 他的價值觀 跟這一群人 這一群人是什麼 地位 身份 豪宅 這是來評估一個人成功與否 在上面那個人不是 因為他有組織 他以取悅他的組織 為他人生活的目的 他的組織是誰 上帝 上帝叫他來熱身療養 他就來 上帝不准他來 他也不敢亂來 上帝叫他去非洲 他會變死懷者 上帝叫他去印度 他就變得了一大修女 你知道嗎 他歸西蘭活的理由 是取悅他的組織 為他的樂趣 順利給他錢 給他測試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他也不在乎 你知道嗎 什麼叫做最終行為的組織者 什麼是對他最有價值 你們來這裡上課 你認為 你們要透過上課 讓我來改變你們的情局所 透過上課 會改變你們的 請舉手 好 請放下 不太可能 我請問在座各位 你們是有男朋友 女朋友 還是有先生太太 還是有爸爸媽媽 你生活四五十年 對不對 或者二三十年 或十幾年 你覺得你可以改變你的先生太太嗎 不可能 既然都 生活那麼多年都不可能 每天講話 生活在一起都不可能 那你憑什麼大三老師在這邊給你上課幾個小時 你覺得我可以改變你 不可能 對不對 那你們來上課幹嘛 現在下一個問題是這個 那你為什麼來上課 我跟你說 你們本來就是這種 本來就是這種人 什麼人 就對是非善惡 很在乎 真的人 你會希望 對的事情 成功 錯的事情 你看不下去 你現在就要改變 你看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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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整個處境是很奇怪 你一定覺得不對 你本來有這種人 來這裡之後 有一個土壤 什麼土壤 法理 邏輯推理 科學證據來跟你講話 我們沒有在訴求感情 因為環境土壤里長大了 你本來是在不對的土壤裡 你不會大了 你把你打都打架 假的歷史 假的那個邏輯 你亂七八糟 給你賣開看 你感覺這人生到底怎麼回事啊 很奇怪耶 我就不感覺我是中國人 為什麼要洗 你們都會幫我洗 怎麼會洗這樣 到底怎麼回事 你一定會問一個問題嘛 來到這裡之後 喔 好的土壤了以後 你就開始發芽 長大 對不對 變成大樹 是這樣子 所以你來這裡是給你 胎人啦 胎啦 不是要胎啦 胎啦 胎米的胎啦 給你篩選 你經過這個法理的訓練之後 你整個人 出來啦 所以秘書長叫你什麼 自拍嘛 為什麼叫你自拍 在你上初級辦的時候 眼睛眶眶的 上完法理之後 眼睛眶起來 眶起來之後 眼神會不一樣 所以我上課看眼神嘛 看大家眼神是滑滑的 有的聽到法理就整個都睡了 對不對 但是你是這種人的話 聽到法理眼睛會眶起來 哇 這才是嘛 這才對嘛 你知道嗎 所以這就有頭的人 他對於是非上 所以我剛才講 越下面越physical 就是以身體來做你行為的準則 再來越來越主觀 就是我這個人的意識存在 慢慢越上面越客觀 所以在這無頭人裡面 越客觀的人 越大愛的人 越受歡迎 在他們社會裡面 可是在上面是有個絕對的喔 大愛的前提是 是非對錯 是不是 一定要是非先講 對不對 真、善、美 有沒有 先講真嘛 你不真就不會善 也不會美 你不以真作為前提 接下去都假的 對不對 不以真實 truth來當作基礎 你的善跟美是假的嘛 我講太深了 來 absolute叫做絕對 可是絕對 你要看你的頭裝什麼 你可以 你可以像回教組織喔 有頭的人就是有效忠對象的人 你可以效忠對的事情 你也可以效忠錯的事情 所以才想回教IS 那種國家 要抬就抬啊 因為他有效忠對象 他生活也過得很爛啊 可是他很願意啊 可是他效忠錯對象嘛 做出來的事情就很狠 來 你們來的目的 我告訴你 就是要讓你們變成這個 你下面要統治的人 都是這樣子 majority of society 社會裡面的絕大多數都是沒有 就是下面這個 沒有頭跟像動物一樣的人 當統治者 你來換位子 你就要換腦袋喔 你思考的方式要改變 不能再像過去這樣的思考 過去你被操縱嘛 對不對 好 不要講太深 回來 我們再講 所以所有在外面商業場合 我今天時間有限 來跳 跳 跳 來 再問你們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們當中 覺得自由 幸福快樂 就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請舉手 我 是人 我就是要自由 幸福快樂嗎 沒什麼 大方不要客氣 舉手 請放下 有人怕 我知道有的人很怕舉手 怕到位老師快會掉 再問一次 你們覺得自由 幸福快樂 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請舉手 那舊 其他人是追求什麼 來請問 其他人追求什麼 還有更偉大的目標嗎 自由 幸福快樂 很吸引人 家平安 都在裡面 你不平安 就不會自由 幸福快樂 都有啦 一樣啦 我當時簡化這個 試的人請舉手 再問一次 都不舉了 好 請放下 不舉是什麼 你們有更高 高尚的目標嗎 有沒有 蛤 是什麼 你告訴我好嗎 我聽說話 批評一下 我跟你講 都錯了 因為我的客 問到後來 大家都不敢舉手 走出去 是對還錯 我說 老師目的 不是要把你撈開 是因為透過你覺得 怎麼這樣 老師說這樣 我要證明給你看 我講的話到底有沒有錯 自由幸福快樂 是副產品 不是主要目標 聽得懂嗎 我再講一次 自由幸福快樂 是一種感覺 是一種副產品 不應該是你人生追求目標 你人生不應該追求感覺 感覺來你就結婚 感覺走你就離婚 是這樣子嗎 是不是 現在年輕人追求感覺 我有感覺我就跟他結婚 我沒有感覺 我們就可以離婚了 不對嘛對不對 不對你要講個道理 為什麼不對啊 所以我說 你不可以把自由幸福 快樂當作你追求目標 追求這種目標的人 通常也是追求感覺的人 我講個例子 有一個醫生 我說 我以賺錢為目標 這個醫生你敢去看嗎 不敢嘛對不對 我以賺錢為目標的醫生 你敢去看嗎 不敢嘛 他一次給你好他給你五六次嘛 要賺到百歲 是不會給你害死啦 但是一定 給你賺到有夠啦 你如果沒錢 要怎麼看嗎 對不對 以賺錢為目標的醫生 不會做慈善事業的啦 但是如果有醫生說 我醫生 就是要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 這是這種醫生喔 你看醫生有好嗎 好 這來病人很多 對不對 因為你已經態度對嘛 因為病人很多 所以賺大錢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賺大錢了 當你的目標設定對 你賺大錢是合理的 它叫做伴隨而來的副產品嘛 知道我的意思嗎 當你把目標設對以後 這些是會跟著你來的嘛 你不應該追求錢嘛 你是在追求當一個好的醫生嘛 有盡責的醫生嘛 有道德勇氣的醫生 以前這官人 你不用煩惱沒飯吃啦 所以你原則要算對嘛 今天有一個女生 看到一個男生 這個好像可以帶給我自由 幸福快樂我就嫁給他 沒有一兩個月 這都沒脫痰 聚覺 聊天 賣到他到底了 離婚換一個 這個也不行 那再換 這樣對嗎 不對嘛 照理說男女應該說 互相愛對方 兩個人建定家庭 對不對 便手自足 遇到困難一起克服對不對 然後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情 媽媽做媽媽該做的事情 那小孩子好好念書 回到家裡面 爸爸媽媽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全家人坐在一起 享受什麼 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嘛 對不對 當每一個人把責任盡好 已經享受感覺嘛 我想要說這個 因為台灣人不管嘛 他只追求感覺 所以怎樣管都好啦 國民黨管也好 流氓政府給你騙也好 只要有飯吃就好嘛 這就是台灣人嘛 為什麼要客人家說得很大人 就是目的要說這個 當你的目標錯的時候 你什麼事都做得出來耶 你追求感覺 探急 我跟妳講 問一個簡單啦 如果感覺 你要不要追求 花錢的自由 花錢的自由 一個月給你一萬 夠不夠 太少了 十萬好嗎 一百萬好嗎 開始有人笑了 對不對 一千萬一國給你好不好 一億好不好 我跟你講 頂親一個月賺一億啦 怎麼樣 狗屁島造的事情嘛 海西人的事情都做得出來嘛 是不是 所以你追求感覺 最後這種花錢的自由 結果是這樣子啊 當你不把原則抓到 把你主要目標設定好 這是怎麼回事 裡面是有頭的人耶 有頭的人要搞清楚自己 為什麼要做每天的事情 我是誰 我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我以後要往哪裡去耶 你搞清楚自己是誰嘛 要不然你人是沒有意義耶 你是一個追求感覺的人耶 一生就隨波逐流耶 人家叫你往東往西 隨便你耶 親在人 所以台灣人叫做母母嘛 你有沒有聽過那條歌叫舞女 隨人客游來游去嘛 出錢的我就不會跳嘛 跳一支舞現在換下一個 台灣人就是這樣嘛 誰會把我通敵 我隨之的人跳嘛 我就陪著你玩嘛 過苦的台灣人啊 根本沒有格嘛 我們現在是要對台灣人來抓一支 頭要給你裝上去耶 開始有是非對錯善惡 分辨的能力耶 你沒有分辨的能力 不能當統治者啦 你沒有判斷的 你沒有一個絕對標準在心裡面 啊不然你憑什麼以後做決定 一個政策來你根據什麼啦 告訴我 你根據什麼 當時的感覺嗎 還是民意的流動 你這樣做不了官的啦 你做官你就要絕對有一個 一把尺嘛 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所以你原來的本性啦 加上知識啦 加上教育啦 加上教育啦 把你訓練 訓練到你也可以 再給你全力啦 你才是一個好的領導者 你才會照顧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嘛 要不然一般的百姓只顧他自己啦 他不會去管別人啦 對不對 什麼就是自私 我跟你講 所有人民都是自私的啦 所以你們來當官員之後 你覺得人民最大緊拘手 人民最大的 你不要當民進務官 害了啦 我跟你講 50萬人每個都自私 你要聽誰的 你告訴我 這裡面有不同的利益 團體在鬥爭 你要聽誰的 通常喔 說人民最大 那就是準備要貪污的開始 為什麼 因為最後做決定 是他在做決定啊 那不是 那不是 那不是50萬人替他做決定 每天給他 LINE給他說要做什麼 LINE兩邊互相抵觸 兩個案子的雙方 你要聽誰的 不要說那麼親 我再來 這張圖有 看得懂的人請舉手 看得懂 看得懂 沒有啦 應該沒有啦 應該沒有人看得懂 那這張呢 那這張呢 好啦 我問看不懂的人請舉手 看不懂 不懂舉手 好請放下 不懂的我要問問題囉 你看你又被我套牢了 剛才是看 我現在是看不懂的我問問題 好請問看不懂的人喔 只有看不懂的人 看得懂不要回答 請問他在畫飛機大炮是嗎 是不是 畫飛機大炮是不是 煎車 怎麼知道不是 你看有嘛 請問他是畫男生還是女生 你又知道女生 你看得懂啊 你怎麼說看不懂 畫幾個人 五個 你還知道五個人 你們看得懂 不要講你看不懂 對不對 對不對啦 你下一張這個 有沒有人看不懂 看不懂的人舉舉手 你們看得懂是不是 是不是 我跟你講你們看不懂 你們看不懂 我請問你他是誰 維納斯 維納斯在做什麼 不是鬥小孩 維納斯在上大號 The Taylor of Venice 1751年 這個人畫 他在上大號 上廁所 如廁啊 所以你們看不懂 以為看得懂 其實看不懂 以為看不懂 其實你看得懂 大家人生氣了 怎麼辦 來 我目的不是在講 我目的在講這個 什麼叫立體畫法 我一教你們馬上就會了 來 這個是一瓶礦泉水 這樣是不是一瓶礦泉水 這樣是不是一瓶礦泉水 都可以嘛 都是嘛 你看我一定會這樣看 這樣也是我 這樣也是我 對後面看也是我 對不對 一定會這樣看 不一定嘛 所以什麼 一個東西 時間固定 觀點改變 就表示 就出現了所謂立體畫派 對不對 看一個人 可以從不同角度切入 這個是極端的立體畫派 它的切入點更多 這叫一點透視法 就是你看東西 只能固定一個位置 不能移來移去 你移來移去 就變成這樣立體畫派 你知道嗎 很簡單 很簡單 一點透視跟多點 但是不管你是多點還是什麼點 你畫一幅畫 你要從頭到尾 那個態度都要一樣 怎麼說 你如果一下子畫寫實 一下畫立體畫派 一下畫這種極端立體畫派 你怎麼回去了 這叫做拼貼了 搞不出它的邏輯在哪裡 但是我現在就要跟你講 你的後座庫 法則 法則是什麼東西 我們剛才講說一致性 就是一幅畫裡面 從頭到尾要一致性 Consistency 法則有一個原則 叫做Consistency 就是 Stay fast adherence to the same principle's course form 指一個形式中 不遇含矛盾 法庭 OK 先不講這個 The law 法則是什麼 often used to refer universal principle that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omething 大自然法則 我現在law不是講法律 大自然有一些原則 是放租所有宇宙的每個地方都一樣的 是什麼 比如說 比如說什麼 萬有引力對不對 兩個物間之間會產生引力 萬有引力 不管在宇宙哪個地方都產生萬有引力 對不對 這是一個法則 沒錯 在地球上每個地方都有低心引力 受低心引力影響 這是不是一個法則 是嘛 這叫做law 就是放租每一個他所講的範圍裡面 都準的道理 叫做法則 所以你只要活在大自然裡面 你就要遵守這大自然的法則對不對 沒錯吧 你說我在地球上我要寫這個建築法規 我就要考慮這個法則 什麼法則 地球上有地心引力 建築物蓋的高度 角度 斜度 用的材料 對不對 我要計算它的力學 計算它的風阻 對不對 各種問題 不然你家裡去就倒了 那叫什麼 那叫尊重一些大自然的法則 沒錯嘛 你要寫法律要顧念這個 你要寫民法的時候要考慮說 人有男有女 是不是 你要保護家庭制度 你要寫民法的時候 民法 民事法 法規的時候 你要保護家庭 保護男女雙方 跟結婚是一男與女的行為 你又不考慮這個人都沒了 因為人要傳宗借代 要有後世嘛 所以你的法律裡面要知道說 這是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人的本性就這樣 必須男女 然後傳宗借代 生一團 人類才不會滅亡 所以你的民法要考慮這麼多 對不對 要保護家庭制度嘛 不是說人要做什麼都可以耶 你懂得怎麼樣 那我問一個簡單 你如果法律不考慮大自然制度 是誰倒楣啦 一定是人倒楣嘛 那不是 當你寫的法律不符合大自然的法則 人倒楣不會是大自然倒楣嘛 是人會去消滅掉嘛 我為什麼要跟你講這個 你們講的國際法戰爭法 就是基於大自然的法則啦 在大自然的法則基礎上 我們才有所謂的international law 在不同的國家之間 才有國際法 才有戰爭法 在不同的國家 國家裡面 才有自己每個國家的constitution 憲法 憲法裡面 在規範國家裡面的事物 每個國家裡面有不同事情嘛 你知道嗎 所以我現在講的法律 是一層一層一層的上來 你要知道過期 他不需要自己加嘛 中國人不需要自己加 什麼叫做自然法 講到國際法 講到憲法 再講到民法 各種法 他中間就給你切斷 為什麼 我們一講到國際法 他就倒極了 因為他是一個謊言 編出來的政權嘛 他不需要讓你知道國際法嘛 如果知道國際法 他就在簽名 不能移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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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這裡我們來講幾項事情 邏輯推理 科學上的證據 歷史上的文獻 沒有給你訴訟感情耶 全部邏輯推理 intellectual common sense 你都會知道啦 我講的課也沒那麼深啦 但是你會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把這個整個law抓住 大人沒有這塊啦 因為國民黨如果說到那塊 他就倒極了 他這政權維繫不下去 所以他不要編一個假的歷史 來建構他所謂的剩下東西 所以他要前置思想 前置讓你不讓你出國 一出國就完蛋了 回來就不行了 對不對 好啦 講到這個 consistence 叫一致性 法庭雙方在證明對方毛主不一致 一致性很重要 什麼叫consistence 我今天來我穿西裝打領帶 對不對 我右腳穿皮鞋 左腳我如果穿高跟鞋 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很怪怪耶 對不對 你可以去看醫生了 我叫做不一致 我這裡面有一個系統 但是系統有不一致的地方跑出來 所以法院雙方在告來告去的時候 都在告對方 你的證據跟你所陳述的內容不一致 你就贏了耶 不是嗎 兩個律師在那邊辯論的時候 在法官面前辯論的時候 就是這樣嘛 所以你現在把美國告告贏 就是這個原因嘛 美國 你自己講的嘛 You honor 你尊重條約的尊重程度 等同於你尊重美國憲法 彭惠傑喔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為什麼 你台灣人這樣 為什麼叫我們去買武器 為什麼幫你代理人 讓我們去買武器 改變我們的國籍 改變我們的語言 改變整個主權 那就是違反戰爭法嘛 一方面你又說你尊重國際法 一方面你就這樣子 一方面你在中東的地方 在指責別的國家 可是你自己說 佔領 你是主要佔領全國耶 你對這塊獨地有責任耶 你還抵辱 是不是 所以你在法院這樣告你就贏了嘛 美國好在是一個有 consistency 有一致性的國家嘛 它什麼都一致 三權分立 各管各的 法院它是獨立思考 審判的不對就不對 對就不對 好在美國是這種國家 你如果去中國你就完蛋了 全部都是一個黨領導 美國是三權分立嘛 你在法院的地方 單純用邏輯 可以講道理的 自己告一贏 贏了美國才替你設這些 台灣民政府嘛 接下去要按照法律上的規定來走 不然你就會說假的 你如果不 consistent 有一個字叫integrity 來對付你 什麼叫integrity 就是表理一致 一個人做事情要表理一致 你不要說一筒做一筒 在村莊裡面要做老大 要做村長還是要做中路 要怎麼樣 你要跟人家搶事 跟這組人搶事跟那組人搶事 都要一樣 標準要一樣 不要 不一樣 不一樣你會被人家攻擊嘛 你這樣憑什麼當老大 下來下來換人 對不對 美國你要當老大 你要當全世界老大 你又講戰爭法是你遵守的 國際法是你遵守的 你就照這個走 不然不要做老大 你會說 後果在美國是一個integrity的國家 你把它照顧之後它就要改變 現在還夾皮皮的 國務院那批的人還夾皮皮的 我們先不管 那以後我再講 但是法院上讓你跑不掉 只要進入法律程序 就要按照法律的程序來走 走到完成為止 來 可能要跳一下 來這邊上 你們看到那個課堂上面寫說 台灣使節 徐老師 我們對歷史沒有興趣 我們有興趣的人都跑去 課綱去調整去抗議 我們這種比較沒有興趣 我跟你講史觀非常重要 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先念一下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我再講一次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你我在座沒有人寫歷史 對吧 你會頂多寫個人的日記 不然寫公司嚴格史孝史 對不對 孝史 一個學校的歷史 就頂多是這樣子而已 你發音不準你才會覺得很好笑 死不要捲舌 笑死 來 但是你寫一個歷史一定有一個觀點 Point of view 我剛才講的觀點 什麼叫觀點 就是從一個角度看事情 其實說標準的北京的 沒有什麼好料不去的 來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對不對 北美的印第安有印第安人的觀點 北美有白人的觀點 沒錯吧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不一定嘛對不對 對不對 有實力的人 觀點比較重要 對 觀點如果 可以合 沒有事情 如果不會的話 會出事情 譬如說結婚結婚 當天晚上就可以出事 為什麼 太太 剛新婚嘛 表現一下 在廚房裡面炒個菜 煮飯 桌上傳得好 兩三道菜 放的 先生坐在那個地方 你先吃好了 我還有幾道菜 先生說 什麼我先吃 等你都煮完 放好 大家坐下來一起開動 他說 不用不用 你先吃 就這樣就開始 演起來 男生說 我們家以前都是這樣 大家做定位開動 他說 我們家做生理 沒那麼容易 來 先菜來先吃 這樣就吵架 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把它從小到大的 價值觀或生活方式的觀點 帶到婚姻裡面 兩個觀點不一樣 碰到一集會怎麼樣 衝突 對不對 衝突 衝突越來越嚴重 會怎麼樣 蛤 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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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然就離開 是不是 觀點到最後 不會下一陣 最後就只好分開 是不是這樣 人跟人頂都是離婚 國家跟國家不是離開 是戰爭 西人 有多少幾萬人 幾十萬人幾百萬人 這樣繞在裡面去死 這就是觀點不同 所以我說觀點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立場 立場會左右 你的選擇選擇之後 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是不是 所以觀點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所以你現在採用中國的史觀 你採用重要的觀點 你就完蛋了 是不是 一個歷史就是史觀 他就用那個幫你洗腦 現在在炒就炒這個 對 中國流亡史觀 是什麼 他有幾個動機 來設計這套東西 雖然他的過程是假 但是他有目的來設計 他絕對是一個假的東西 所以你要戳它很容易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那一群要抗議的人 我就建議學生你做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你說你要按照中華民國憲法來寫歷史 請問中華民國憲法土地這塊 至今有沒有包括台灣 就問他這個就好了 沒有的話存在在那邊說 所以這群高中生後面沒有指導者 頭腦不清楚 如果要去抗議還是要在系統裡面抗議 你不會有結果的 有意思就是說你如果不可以算你的照 應該是我們跟你講 你歷史先搞清楚再去跟人家抗議 你才要贏了 你邏輯不清楚你要跟人家玩什麼 所以一群資源回這種人去抗議是什麼 你知道不對 但是你不知道整個故事 所以這群年輕人 我建議來台灣民政務聽聽什麼叫歷史 什麼叫中台灣術 再解碼一下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已經到骨到肉 到他的核心了 中華民國憲法至今沒有包括台灣 你去參加嗎 回家嘛 你們應該回去中國嘛 去寫例子 不是在台灣 台灣不屬你的 來 他們寫的史關裡面蓋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 掩蓋過去對台灣人的罪行 我剛剛不是講什麼嗎 有一個教授啊 說二百是幾萬人不算什麼 對不對 真的嗎 死的是什麼 是我們 跟我們台的是冷的 不要搞錯了 二百給你放假 年輕人都搞不清楚 回到家跟我孩子講說 明天二二八放假 我們大家一起來紀念好不好 不要啦 明天跟同學約好要去卡拉OK啊 要去shopping啊 明天是台灣人會收藍術的 沒有還是放假啊 輕鬆嘛 你看是不是被顛覆掉了 他的觀點已經採取中國人的觀點了 是不是 我們台灣人很可憐 第一次去用台精英被殺 第二代被抓去當兵 第三代受他的教育 你台灣人去用滅掉啦 你知道嗎 你被種族屠殺了 你知道嗎 我越講越多 第二個MOTIVS 設計未來竊取台灣 MOTIVS 所以境界都要說 凱羅宣營啊 波子丹宣營啊 什麼亞爾達密約 都不可以說舊金山合約 我跟你講舊金山合約是什麼東西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一男一女 要結婚最後在上面簽字容不容易 在結婚證書上簽字容不容易 不容易對不對 要談戀愛好多年 中間要協調溝通 跟雙方家庭談條件 搞不好 總算結婚簽字 不容易 兩個人就不容易 更何況46個國家 每個國家知道事情 還要回到他們家 國會開會 投票之後回來 再派代表 再外交官跑到當地 大家一起簽約 46個國家條約 更不容易 就是舊金山合約 所有的 不管上面條約宣言 到最後 底線是什麼 它就是回到什麼 叫做條約 Settlement 不管你之前講什麼宣言 最後的Settlement 就是把事情解決的方案 叫做條約 條約就是各個國家一起簽字 叫做Settled down 那Settled之後 出的事情說的都不用說了 沒效 對不對 你講宣言 那是過去了 現在最後就是結論 這叫做結論 結論就是 你說101是你 你講一千次也不會是你 對不對 你應該說101 150以後你錢拿來 負責人放在這裡簽名 上面寫你的名字 寫著你 就是你的 那叫Settlement 叫條約 叫做合約 那才是真正這個土地的擁有者 擁有的權利 很簡單 我講的很簡單的事情 Sell of interest 為了當下你跟台灣人騙 騙說現在台海要戰爭了 我們就要去買武器 你都要交集出來 結果戰爭不是中華民國在你 好像奧兵在打的 是美國啦 是美國第七艦隊在那邊防守保護台灣的 這個台灣共 台灣去交集 去愛國 是愛他們的國 所以史關這麼重要 當然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採取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所以今天的主要是 幫助台灣人從字納的系統走出來 幫你們從這系統走出來 來 問一個問題 這四張圖哪一張圖看Perspective 就是透視看得最清楚 來 問 這個 絕對是這個人舉手 覺得這張圖看得比較清楚舉手 覺得這張圖比較清楚舉手 有人嗎 以前有人舉手 有沒有人覺得這張圖看起來 看透視比較清楚 這張看透視比較清楚舉手 沒有舉手的人是怎麼回事 再問一次 覺得看透視這張比較清楚舉手 覺得這張比較清楚舉手 我要測試大家的認知 我跟你講這張錯了 這張才是對的 為什麼 什麼叫透視 離你近的比較大 離你遠的比較小 對不對 沒錯嘛 你這樣看出去太陽是不是比較小 離你比較遠 真正太陽大小是你不能承受的 比地球要大多少 對不對 因為它遠 所以遠的東西變小 近的變大 你才可以看得出來透視 透視圖 這叫透視的意思 這個 我要講這個在講什麼 你們的史觀被扭曲了 所以特定的歷史把你放很大 重要的歷史看起來都很小 這是扭曲的方式 所以建議就要講中華 中國在台灣200多年的歷史 不會跟你講台灣其實是4萬年歷史 4萬年 來 我再講一個簡單的 我們在做Data很多 證據很多 比如說法院收集到的證據 來了一百個 你是法官 你一百個都接受嗎 等同樣的方式來處理沒有 當然不是啊 那怎麼樣給它分類對不對 那怎麼分類 怎麼分類 我跟你講 A B C D跟X X是完全是假的歷史 黑邊共 證據就要消除掉 在有的現有證據 根據它接近客觀或接近主觀 來決定 A還是B還是C還是D 下面有主觀 車禍了 這個路人甲看到什麼 路人椅看到什麼 這是個人觀點嘛 主觀嘛 我聽到那個 法官可以用這個 潘安倫瑪會出事對不對 但是有科學證據 真的跟你量對不對 比如說彈道比對這些 就出來了嘛 那叫科學證據是客觀的 不會因為個人的觀點 看到的盲點而產生改變 所以它要放在A級的證據 D變成到下面去了 越上面越客觀 越下面越主觀 這樣知道嗎 分類 我什麼叫做客觀 比如說基本邏輯推理 物理性質 化學 生物 為什麼講到生物 最近因為DNA 來跟你們講一個概念 DNA是什麼東西 我剛才講說第一集證據 就是跟證據 現在科學證據 對不對 一個客人死了 你老財產是誰人的 噴噴噴之後突然有一個 你怎麼跑來 我是你爸爸在外面偷生的 我也要回來噴財 我有權利 憑什麼你講這個 驗血對不對 現在最糟糕的時間 我們鹹火 鹹水 你又要乖乖噴 沒有錯吧 沒錯嘛 那以前醃這個比較久 現在很快了 棉花棒在口腔裡面刮一下 送出去就出來了 國家地理頻道最近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人在傳宗借代的時候 會染色體複製 染色體 你知道男生有XY染色體 女生是YY染色體 你要Y染色體從誰來 男生才有Y 你要Y從爸爸來對不對 媽媽不會給你 你爸爸的Y從哪裡來 你爸爸的爸爸 在對到最後一個Y對不對 好 這是後話 我要講 染色體在複製過程中 會產生突變 突變叫做突變基因 所有對你這麼生出現 你那丁管身上都有 同樣的記號 所以你的後代 你就知道你是誰來的 你對哪裡來的 裡面好久也很悔悸 來 直接看圖 國家地理頻道就做這個 全球抽了70萬個 你對台灣的任何研究 頂多250個 300個 500個 就可以把台灣的抽樣完成 你知道嗎 台灣有2000萬人 幾百人都完成 用統計學的方法 你到71萬 那個可以很大的 因為人的傳統界在有突變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人 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做出來 所以他就畫 這張圖叫做 Human Migration Map 這圖不是我畫的 叫做人類遷徙圖 遷徙就是migrate 騎米隊 這有箭頭 箭頭就是最後落腳的地方 最尾到哪裡 箭頭的前面是從一開始才來 這時間點是六萬年 也就是說六萬年前 人類是從非洲出來的 你知道嗎 因為所有箭頭說 來自於同一個地方 對不對 所有箭頭來自於同一個地方 叫非洲 時間點是六萬年 六萬年之前有什麼人 有多久我不知道 但是六萬年前從非洲出來 這是確實的事情 有的人就到歐洲 有的人到中亞 有的人經過這邊 來到南美洲 我跟徐老師 我跟徐老師 怎麼有可能 古早人那邊走 以前不準 我跟你講你們錯了 這是以前的 你有沒有看過Google Earth 有沒有 有看過Google Earth 舉手 都沒有 Google Earth 好 我們再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來到台灣民政府 一定要會用電腦 不會的話 抱歉 你可能不能當官 要會LINE 你不會用電腦去上課 我們有開課給你 把你打給你 現在我講的會有很多資訊是 你必須要自己去搜尋 以後台灣民政府採取的語言是 官方語是英文跟日文 你們這兩個都會嗎 那怎麼辦 趕快學啊 趕快學啊 就像你學法理一樣啊 電腦趕快學啊 我跟你講以後的世界 是會電腦的人在統治的 電腦你會被淘汰掉 我沒跟你開玩笑 以後我們任務在這邊 公佈我們內部的文件 叫你做什麼事情 也是用電腦跟你溝通喔 不會說有一個人 警察有被淘汰在你家裡跟你說 拜託喔 要耗到什麼時候啊 未來的世界不是這樣統治的 速度太慢了 來不及反應 我們不是落後的方式 你今天要教得真 來 在這裡面 有人說許老師你說的有可能 我要知道我台灣人對我來 好 那我就跟你講 六二年前從這邊出來 有一個數字叫做M174 會記我看第一個圖上面寫M174嗎 從這邊出來以後來到南夜門 這邊是南夜門 你們不要跟我講 連地理都不會吧 這邊是南夜門知道嗎 南夜門之後然後走到哪裡去 M174 走到哪裡這裡是哪裡 印度嘛 來再來 這裡是哪裡 馬來半島 馬來半島又來走在哪裡 台灣嘛 時間點是什麼 四萬年前 四萬年前 四萬年前這一條路線走到台灣 這就很有趣喔 四萬年前到台灣 你說這是怎麼算出來 我跟你講 當初人類離開非洲說 有一些人來到印度 這地方很好 我喜歡 帶下來 有人不喜歡繼續走 走到哪裡 找到馬來半島 這邊氣候 我喜歡 繼續帶下來 就這個意思 你知道嗎 人繼續走 所以我那祖先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戴下來 那時候還不是島 是用走路 我為什麼要跟你們講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裡面有所謂的 淺藍跟深藍的部分 深藍是海水 比較淺的地方 比較淺是比較淺的地方 所以你剛看淺的地方 你才知道說 以前從非洲走這個淺的地方 就可以走到南美洲 翁肌肉 那就可以走到 後來海水上升之後 所有的才變島嶼 所以你現在到那個淺的地方 去挖很多 過去歷史古蹟都在裡面 就這樣子嘛 所以歷史是存在海裡面 有一部分歷史存在海裡 你要看 Google Earth很有趣的地方 你們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我現在跟你們講 從此以後你們知道了 比較深的地方 馬里亞那海溝 沒人住的 那是以前的海水的深度 可是前海的地方 用走路就可以走得到了 所以以前 以前的人沒準 翁肌肉都叫南美洲 他只要不喜歡這個地方 繼續往前移民 一直走 那也不叫移民 就一直開拓 開拓一直往前走 回到這個 所以在那周深 四萬年級 來到台灣這個地方 OK 待下來 如果不願意待得怎麼樣 繼續往前走 到哪裡 日本 現在在日本 以前沒有叫日本這個島 日本 再來 今天 朝鮮半島北部 最後進到哪裡 所謂的中原地區 沒有所謂的中國 這個地方是一大塊的 亞洲的大陸 對不對 這裡面有很多種人 從歐洲下來的 蒙古下來的 西藏下去的 都上去 都有 對不對 所以十幾 十幾種人 在差不多兩萬年前 比大概晚一兩萬年 兩萬或三萬年前 來到這個土地上面 各種部落在那邊 修台 怕來怕去 對不對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你們說不出來 住在那個土地上 是雜種 沒有錯 因為十幾萬人 十幾種的人 在上面混 殺來殺去 一下換這個 一下換這個 統治 這樣不是雜種 你們講不出那個話出來 你們很奇怪 我們現在陳述科學是什麼 中國人是雜種 對不對 沒有錯 相對於他們 我們比較順 因為人是從我們這裡去的 所以那時候韓國人說 我們是中國人 主先中國人 起到要死 但是它是事實 韓國人是講事實 他們的 中國人的一部分 的確是從韓國去 沒有錯 我們看科學證據 那他們是好幾十種人 在裡面混的結果 他就要我們敗 不是我們敗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你如果去清明節 你就會拜中國人 當你的祖先 你就不會做 你不會做什麼 不會你四萬年以來的祖先 我們的祖先在那裡生了四萬年 我們身上的血 是可以被抽出來 就是叫M.E.G.4 反而中國人沒有血 你說什麼叫中國人血 抽出來給我看看 沒有這種東西 沒有漢人的血 你也抽不出這種血 叫做漢人的血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福建人 也沒有客家人的血 你把DNA定義出來 說這叫客家人血 我來比對 看看我是不是客家人 你定義不出來 我跟你講 你定義不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 你講什麼 我要用一個政治語言 所以你就問他 什麼叫中國人 漢滿門回藏苗 說到四十幾間 到底哪一種才是 中國人最後都動不了 說漢人才是中國人 我說那漢人是誰 還說不出來 他說不要這樣 我們講華人好了 我說那什麼叫華人 他說講華語的 我說所有講華語都是華人 這樣所有講英文都是英人 不是 教練的邏輯推 我有教練的邏輯講 所以世界上沒有華人這種東西 現在你講過你 編出來一個故事 苦越大越贏 是不是這樣 是定義 他要靠定義來玩你 事實上沒有所謂的中國人 他是被定義出來 就像以前沒有叫做俄羅 蘇聯人 剛好蘇聯人 那些東西 沒有嘛 蘇聯是不同的 蘇聯要共和國聯邦 不同的共和國無關 不同的人 所以他分裂的時候 這些變成不同的人也造出來 一樣中國分裂的時候 有不同種的人會跑出來 沒有一種人叫中國人 這些人分裂掉 這邊是維克爾什麼族 那邊是女真族 對不對 不同族的人會跑出來 今天是畫在一個假的框架裡面 叫中國人 好像很多 好像要跟人家 其實裡面是分崩離析的 只要經濟條件不存在的時候 這個國家會分裂 不要太囂張 中國很快就會 你如果真的經濟這樣下來 就是準備要分裂的開始 我跟你預測在講在前面 他本來就是不同種的人 因為某種共同的利益 勉強 臨時 contemporary結合在一起 好像很大 就跟歐盟一樣 到最後只要有一個小的東西一戳 整個都放拌 相對之後台灣人很順 MEC是後代 有人說相對存 我沒有講絕對存 相對存 因為的確是有荷蘭人跟我們混 不同的人來跟我們混 但是那個minor 相較一下它的數據是很小的 我們身上的血就是 是高山做到本部做 躺在這裡生了四萬年 但是台灣人 就一天真要學會說 台灣四百年的歷史 我們前總統 怎麼李登輝說的 怎麼這樣呢 為什麼講台灣人四百年的歷史 就是認同中國的台灣人 你的心裡面 認同中國是你的周先來的國家 所以你才會說四百年 台灣的歷史是四萬年 怎麼是四百年 你有沒有搞錯啊 我們要陳述事實 但我講這個東西 如果是錯的話 請來挑戰啊 所以Dr. Spencer這個計畫主持人 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是記載我們的血液裡面 沒辦法你騙的啦 沒辦法騙的啦 台灣人你不是要真相嗎 我就告訴你真相啊 真的真相告訴你的時候 台灣人會騙的沒有啦 我跟他說你每次去拜 是八祖的你怎麼會騙的 我跟他說你的生也不是你的生 你不是說台義你給台灣人 你說客義你給客人 結果都不是 你是200幾年去用通帝後的結果嘛 你拜的時候也不是 不是中國來的 就是我剛才講嘛 中國來就 開什麼開廟 就是你做求誰才能給你通帝啊 你做殖民地啊 就這樣 這是真正的歷史啦 不對的話來挑戰嘛 我跟你講 最後是什麼東西勝出 真理讓台灣人得到自由啦 真理啦 真理越變越明嘛 你不要口解假的故事在那邊 猛的擁抱它還是保護它 都不用啦 當你講真理的時候 你就放那就好 那就贏了啦 跟法例一樣嘛 台灣的地位是什麼 拿出來掀開 就一翻兩瞪眼啊 不然要怎麼辦 不然要說一筒出來嘛 你講台灣史詞 講話比我更清楚 你講一套出來 來挑戰我 我已經講了三四年了 我相信今天會客康外面吵 跟我們在台灣民政委在這邊講的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把真理講出來的時候 台灣人就要面對這個事實 你到底什麼人 你的identity是什麼 我怎麼認知我這個人 我這些人留下活的是一個假的認知嗎 我有一個假的ID在這邊過一輩子 怎麼死也不知道嗎 很慘耶 你怎麼活怎麼死都不知道 最後死當著自己以為是中國人 很極慘耶 我還去不騙耶 時間點 六萬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 OK 按照時間越白了六萬 所以你看六萬居然跑到澳大利亞 六萬年前耶 我們相對比較晚 但是也有四萬五萬年啊 最後在芝納這個地方是 兩三萬年前啊 這個圖表也不是我做的 好啦 以前在念藝術史的時候 大概念到 在法國南部有一個考古 挖到的時候 洞穴裡面有 人類在三萬兩千到三萬年前畫的壁畫 畫得很棒對不對 皮卡索看到這畫他也嚇一跳啊 我時間不夠了 我講很快 他說我們應該跟古人學 結果歐洲人很驕傲說 我們是人的祖先啊 人類堆住在這裡 結果最近有一個馬上給他打臉 除了DNA以外還有這個 印尼最近挖到四萬年前的壁畫 印尼啊 他們以前覺得這是落後國家 結果印尼挖到四萬年 比他還要找 這是考古證據啦 DNA出來以後很多 都會說 來 你是隨意叫什麼名字 我在拜國塗下去 你就叫拜國好了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你知道那個魯編孫漂流記 是不是 一個白人跟一個島裡面 塗到紅印 那個船擱淺的 他就在島上面蓋了一個樹屋 就住在那邊 兩個禮拜以後 一個當地的圖書來找他 你叫什麼名字 他說 我禮拜五碰到你 結果禮拜五好了 覺得好笑的原因是什麼 應該是黑人給他賠名 不是他給他賠名 對不對 道怪你是外來者 你是入侵者 印尼人叫印尼人嗎 不是嘛 印尼人 是白人叫才叫印尼人 對不對 印尼人本地叫什麼 沒有名字 一個土地上面 自己自主 為什麼要給自己取名字 沒有離開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以外面的形式來看自己 台灣本地沒有簽名叫什麼 叫台灣對嗎 不是啊 沒有簽名叫什麼 佛摩莎 不是啊 沒有簽名叫什麼 沒有名字 我們本地一個島裡面 生意圖四萬年 沒有到外接接觸 為什麼要有名字 你懂的意思嗎 你不跟外接接觸 名字是互相交來交去 等到你跟外接接觸 有一個reference 有一個參考點 才互相交來交去 才開始有名字 所以你自己選嘛 我覺得佛摩莎不錯 OK 來以前 1920年的國家地理雜誌 佛摩莎 佛摩莎 怎麼有叫台灣 沒有啊 叫佛摩莎 來紐約 比離告轟炸台灣的時候 有上面飛機上面空拍圖 Tons of explosive for 佛摩莎 怎麼有說台灣 沒有啊 佛摩莎 7月的 peace treaty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he foremost and present authorities 這是什麼樣 那我用台灣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跟你講喔 你們在簽小月契約買的房子 上面會不會隨便寫一個名字 這叫阿草阿嬤 阿嬤阿嬤阿嬤 不會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叫阿草阿嬤的一堆 你如果在契約上面寫阿嬤 其他阿嬤的照來跟你唱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寫成什麼文 對不對 最後還要簽名蓋章 還要身份認知 好都給他加下去 那你還要簽名蓋章 深怕什麼 深怕別人冒用你的名字 把這土地領去了 對吧 所以任何的條約 我問你 所有台灣簽的這個 舊金案合約裡面 沒有台灣沒有簽 日本簽的這個舊金案合約 有關於台灣的部分 請問是 有幾種版本 有中文 有英文 有日文版本 對不對 最後如果有爭議 以什麼版本為主 你都不知道 英文為主 英文為主 所有條約以英文為主 你知道嗎 英文要不要好好學 一定要 英文上面寫什麼 剛剛有說台灣 沒有啊 英文上面寫什麼 就是你的條約 真正的名字叫FOMOSA 你知道嗎 參考就好了 來 你們出世以後 什麼時候才會讓他自己存在 Self Existence Sense of Existence 你的存在 你出世之後 當時開始知道 你有這個人存在 我告訴你 媽媽開始餵奶的時候 為什麼 你開始做妖好 媽媽給你指令 開始有一個 Other than you 你以外的存在 證明你的存在 對不對 那之後 爸爸在跟你玩 跟你人 你又多一個參考點 對不對 弟弟妹妹來 越來越多參考點 所以為什麼 參考點越多 你慢慢就建立自己的存在感 叫Sense of Existence 存在感很重要 存在感很強的人 怎麼樣 自信心就強 自信心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競爭力就強 以後在社會 可以貢獻給別人 可是這個過程 你又產生問題的時候 比如說小時候一出來 巴豆腰 巴巴 把你滲水杯 巴 巴豆腰 所以以前我去 幼兒院裡面照顧小孩子的時候 每次帶水果餅乾 帶他們玩 總是有一兩個小孩子 躺在胳膊裡走出來 怎麼回事 嘴巴繼續吃糖果 出來出來 不然 後來老師解釋 他們都是受虐兒 從小 大小的時候 叫人人家大小 叫人打得大小 所以 開始沒有自信 就沒有存在感 吃東西都不希望人家知道他在 就躲在桌子裡吃 很可憐對不對 我說 台灣人都是受虐兒 我是台灣人 巴下去 台灣人怎麼不可以說台灣人 發脾 發脾 過期就是 台灣人在形成他自己的存在感 的意思的時候 台灣人說台灣人不對 發脾 發脾 台灣人都是受虐兒 所以現在我們的民主 好像受虐兒的臉 在你形成你的存在感的意思的時候 你被否定 沒問題再灌一個名字給你 灌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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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就是灌什麼名字 中華民國就是灌什麼名字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灌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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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身體 外面游蕩是不是鬼 所以中華民國就是鬼政權 因他的身體在中國 不在台灣 台灣不是他的身體 だから人真是ゼл 所以現在講一下証 以前日本世界的星徑 他們說天然的死和野原問題 水療下去 人混合後 returning packaged 來臉 棺材 就不用做棺材了 待在那裡就好 西洋桌子可以出在上面桌子嗎 模型桌子對不對 模型桌子就是鬼啊 模型桌子出什麼事情 鬼附身嘛 叫鬼附身 有一個年輕人叫鬼附身 幾天沒穿衣服 沒吃飯 很有力的 村子裡面的人說 這樣不是辦法 錢還不在那裡 用鐵鏈拔掉就好了 結果鐵鏈拔掉 再回去 再走出去 照一四個月 染宿照 那時候耶穌來了 亞洲 耶穌來了 來到這個村子裡面 這個人就衝到耶穌床裡面說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的時間還不夠 你現在就來什麼 順便叫我 現在就要下地獄 耶穌不敢說話 問他這件事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那個人說話出來 最後他講一個字 群 我叫做滾 真的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鬼替他回答他的名字 耶穌說 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鬼就衝出來 因為耶穌代表真理 真理一出來 鬼就要跑 鬼就衝出來 兩千頭豬衝到海裡面都死掉 第一 附在豬身上豬衝到海裡面淹死 這個年輕人就恢復理智 把衣服穿上 穿起來 開始可以說自己的名字 其實台灣人的過去嘛 被鬼附身 你什麼人 我是中國人 你怎麼笑耶 你鬼替你回答你的名字耶 你講不出自己的名字耶 那就是過去台灣的歷史耶 那就是過去台灣的歷史耶 那現在 鬼要趕走啊 我們民進府出來了 他趕走啊 鬼政權要跑了 黑市名不然會跑去什麼人 你知道嗎 什麼人 冬季啊 鬥頭啊 他以前靠鬼附身在賺錢的人啊 就是一定在 中華民國體系吃香喝辣的啊 民進動啊 全民動啊 不關什麼動啊 反正在中華民國體系啊 先外的人嘛 黑市也外的走嘛 整個要走啊 我們這個法理出來就要走啊 所以這人可惡耶 台灣人耶 你明明是台灣人為什麼 逗的這個 所以台灣民進府 台灣軍要出發了 如果對不調整還要處理 被招到賊國的王子 發現自己的身份之後 來 你們現在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麼嗎 知道了沒有 我們是什麼身份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這麼好 跟前幾周的不一樣 他就說我台灣人 我台灣人才不要你證明耶 你今天之所以受到保護 是因為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才受到保護 才受到戰爭法的保護 你知道嗎 當初美國那個高警官 他也沒有資格 為什麼 他沒辦法證明他自己是日本人 美軍說 你要我回來佔領 可以 可是被佔領地的百姓在哪裡啊 你們都在拿中華民國護照 還不是 你們都是中國人 我不會贈你啊 我們是盟軍怎麼佔領 你要證明你是日本人 我做回來佔領嘛 你現在這些人都 disappear 不見掉 我要佔領誰啊 所以那時候第一個要做 就做ID 所以你每一個人 都一定要去辦身份證 證明你是誰 證明我是大日本帝國的 或者我的父母親 或者我的長輩 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那我們是他的後代 所以彼果在按照戰爭法 以戰爭法來保護 在這個戰爭法底下的 被佔領地的百姓 你知道嗎 才會幫你成立民政福 才會讓你自己管自己 才會讓你恢復你原來的身份 不可以叫你去做兵 不可以叫你去買武器 你知道嗎 好累喔 講好多 來 什麼叫種族滅絕 這個我今天沒有時間講 我直接跳日本時代 今天的時間比較急 我今天就是在時間點上 拉長台灣人的史冠 在空間不同的觀點 跟你講 用MV74生存的角度來觀察 這是以前大清帝國的時候 右半邊不知道 說政人說在台灣 它土地只有什麼大 市立方面只有什麼大 秋西洋 歷史扭曲的結果 來 大日本帝國台灣歷代總督四季 華山志祭第一代 這是人家欠的地方 大日本帝國統治 1895到1945年 明治28年1895年 第一代總督華山志祭 軍政轉民政 擬台三後 租稅檢免預告 地方官制 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平易位置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理藩制度 醫院設計鴉片制度 教育制度 油便電信實施 定期航路開始 渡量痕改正 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制改正 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明治29年1896年 第二代總督華太郎 台灣總督府臨時法院 台灣地租規則實施 政治犯 臨時法院 公醫 一直下去 第二奶目七點 照片就在這邊 這是華山志祭 貴太郎 乃木七點 兒一元太郎 這叫後藤新平 兒一元太郎是一個將軍 所以後來主要管 台灣是有叫 歐多新北 警察及 市益貫養成機關 保甲制度 土利 水利之夜 地極調查 大橋租權 地方規制 基隆高雄主港工程 全島鐵路建設 美十間 醫學院設立 台灣營養設立 財政二十年計畫 殘足廢止 衛生設施 張腦炎 我告訴你 建設台灣要錢 大清帝國說 你統治台灣 你是拿多少錢來 大清的預算都有限 根本沒有錢 正常說 佔台灣 你到底拿多少錢 我們台灣很少算錢 你跟我講你的預算 你的心想怎麼撥出來的 你錢哪裡來的 就好了 結果沒有 日本 你真的上大日本帝國議會 以前舊的資料上面找得到 當初花多少錢在台灣 那張森 佐久間走馬跳 安東正義明師二郎 這是1918年第七代總督 第八代總督 田建治郎為什麼要講他 因為那年黃太子殿下 有來台灣 特別講他 那時候 一天台灣人在日本讀書 跟天王說不要來這麼亂 那個總督講什麼 很不亂 這很好 所以他寫什麼 台灣思想惡化是在東京的學生 在台灣沒幾個人 他們是社會主義的 但是還沒到很危險的程度 一般的人民是非常的忠實順良 敢一事同仁聖恩 絕沒有危險之餘 很奇怪 以前大清統治台灣 對台灣人的看法是什麼 五年一小返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對吧 很難慌 我跟你講女生 你如果老公對我好 我幹嘛跟你反 我幹嘛每次跟你吵架 給你臉色看 對不對 我很自然 我就很高興 人家問我說老公對你好不好 很好啊 很高興對不對 所以日本時代你問北部 說日本時代有好 很好的啊 管理很好的啊 什麼都好啊 對不對 你沒辦法逼一個人去讚美別人的啦 那一定是發自內心嘛 所以這樣反過來講 總督管你會覺得台灣人民很好 那很奇怪嗎 標誌講 你過期大清不要通敵嘛 別跟台灣人都要換嘛 那日本時代創的最好嘛 所以人民很安 安居樂業嘛 邏輯就是這麼簡單 OK 這是過期的台灣人的 你們看過嗎 這是過期的台灣人的 這是阿公阿嬤阿祖的時代的台灣人生成這樣 以前台灣人 男生西裝頭 穿西裝 穿的樣子都不一樣 樣子都不一樣 他們都流美的啦 以前台灣人流美耶 1920幾年都是流美耶 這叫做杜聰明 還有高雄醫院的那個創辦人 杜聰明 這個我們親一下 他跟哥倫比的大學 這叫黃曹琴 該他們沒有 我待會會點到黃曹琴是誰 我跟你講 1943年台灣小學一共這麼多所 1099的學生 932525人 教育普及率71% 只低於日本 先進國家之列 台北帝國大人 1928年日治時期 台灣人留學 日本相當豐盛 1945年統計 曾經留學過的台灣人 一共20萬人 台灣人那時候才多少 20萬人出國留學 有厲害嗎 還叫做帝國的水準 你慢慢要知道 這是同學錄 我把當時同學錄 調出來給你們看 剛才那個鹽水龍 鹽水龍有時候 你看有唐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 都有耶 世界各國這唐 這邊有的 香檳什麼什麼 有的 有的 不同的學校 這裡面我特別要講一個 叫黃曹琴 很奇怪 為什麼 出不了台灣人 他說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就是他說的 所以美國說 尊豬 你是中國人 好 你做中國人 過去台灣人 就這樣找到出賣了 你就是日本人 你如果說你中國人 很簡單 你對他的歷史你就知道 我一瞬間覺得奇怪 為什麼黃曹琴會做這種事情 黃曹琴 M.A. Master of Art 政治學 美國EU of Illinois 畢業 結果他做什麼 南京政府外交部 什麼叫做外交部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西東的人才會去外交部 對不對 黃曹琴是日本人 日本人怎麼做南京政府外交部 很奇怪耶 難怪嘛 他就想說他是中國人的台灣人 認同之納的台灣人 就做這種事情 你知道嗎 出賣台灣人是這樣 來 我們直接看圖 來 那個誰幫 大清帝國會準的照片 他馬接博士來台灣 1885年 再來 照片從這地方 我要謝謝他們 來 我要看一些圖片 那個誰幫我放一些照片 我們準備要放影片 只剩20分鐘 我很快把照片看完 來 我可以按嗎 可以 以前台灣人平均眾名35歲 新年有限 十幾個就做老伯 上朝會就做阿公 來演戲 所以你們再做 超過35多多歲就賺到了 對不對 聽不懂 來 這是馬接博士 台灣 以前主流 主日學 台灣人教育時間很低 在找人都要幫他辦 你就知道大清帝國 怎麼跟我們台灣人 孤獨跟現在這種程度 平均壽命35歲 請孤懸 以前是台灣人 大清帝國 我來講 中國人台灣都做什麼 這是什麼?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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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水 貪污 跟這幾個...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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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水 貪污 骯髒的鑰匙 淡水 這是什麼? 這個人在做什麼? 你會看出一個阿嬤嗎? 阿嬤在做什麼? 嘴嘎 檳榔 對不對? 這檳榔稀絲 嚇一跳 大家這樣 我跟你講 檳榔稀絲 賣檳榔 所以台灣要讓吃檳榔的人口下降很容易 給阿嬤去買就好 為什麼要叫少女 美少女穿著迷你裙去賣檳榔呢? 叫阿嬤去買最好 馬上人口下降 每次去買檳榔都是一個痛苦 對不對? 看不看 聽不看 算了 牡丹色事件 來 那時候 高砂祖有出草 出草就給人家頭剁下來 所以日本軍官還不行 你看 後來要收編以後 高砂祖的勇士 每一個人都抓著鐵枸 鐵枸上面到什麼? 不是菜刀 你都沒看 你們都是嘴巴隨便講講 人頭啦 一顆一顆的人頭在上面 什麼菜刀 是不是到人頭? 是不是啦 你們會不會看? 看不清楚? 來來看這個 這是嘉年華 高砂祖嘉年華 唱歌跳舞 小朋友在老的 日本軍官在裡面 你看小朋友在那邊很快樂 你看這個婦女手上掛在什麼? 那個人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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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高砂祖的 要扁寶祖的 差不多有六千多顆人頭被砍 日本人來了幾十顆 所以 以前高砂祖的女生很漂亮 很好看 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高砂祖 那時候他們拍的照片 歸順的話就教你武器 你看 這邊都是日本軍官對不對 很多高砂祖的頭目對不對 頭目的兩隻腳中間 都放了一顆一顆什麼? 那都人頭 那沒有人在開玩笑 出燥就是這樣 人頭是一種戰勝的象徵 所以洗澡都很小心 這個是什麼? 那時候高砂祖 因為日本人給他教育 他不願意 有一群高砂祖 就衝到學校裡面 全部殺 所以一個老師 把小孩子放在糞坑裡面 把他救出來 這是生還者的照片 其他太殘忍不給你們看 後來接受教育 接受教育 第八連隊進出 他們開始用蠟筆畫畫 你們看 就這樣 日本建設之後 我給你看一張照片 第三女高 現在是中山女中 以前我媽媽的那個時代 就台灣人生這樣 有漂亮嗎? 真的啊 每個都氣質啊 漂亮美女耶 每個都很好看啊 你不覺得她不會手 很細心 又好看又端莊 氣質又好 對啊 你講到重點啦 氣質很好啊 日本時代啊 你看 日本人建設之後 北一女裁縫客 那過期怎麼會比呢 對啊 那些都一樣 公費長 台北市市民 一人叫一股氣起來 一股以前很大股 公費長裡面 你看 光看那個餐廳 餐具 怎麼怎麼 你們這裡沒有做餐廳 你看人家怎麼處理餐廳 廚師每個人戴白帽子 乾淨 規劃 行政 衛生 都在這邊展現出來 這邊是撞球室 我現在講193幾年耶 來 冷氣室 那這三線路 日本時代開始三線路 三線路是什麼 有快車道慢車道 中間有樹 樹 這什麼 沒有 台灣人都要打 球 打球 紅葉隊用棍子 汪櫛頭 很可能 那是難民才做的事情 以前在日本時代 我們就是這樣打球 每一個人都有 籽球帽 有球衣 有手套 有棍子 有球 有隊棋 有教練 有領隊 這個是南門國小對抗 華山小學耶 不同的學校在互zzll打對抗賽耶 才有可能到最後打到 Bronos 打到甲子園第二名 你不可能這不是全民運動做給這樣 以前台灣的水準就是這樣 每個國小都有棒球隊 都有球場 以前就有公車 台北市民的公車 那一般時代 建宗的學生 以前大帝國的樣子 就有氣質 有氣勢 男生長這樣就對了 管前路走到後面 你以為是歐洲 不是管前路 台灣就是博物館 沒有人會在殖民地蓋博物館 只有帝國自己的領土 才會蓋博物館 才有帝國大學 這不是最近的照片 以前的照片就是這樣 八道那邊有火車 生活雜誌上面的 台北市場封面 下面基隆河 這就是哪裡 表餐道走到後面圓山飯店 不是啦 以前沒有什麼叫做台北神社 這叫做明治橋 這才是過去台灣的歷史 他現在把你拆掉了 馬英九把你拆掉了 宋美琳給他集結圓山飯店 以前是我們的神社 中安北路是我們的表餐道 幾條通幾條通幾條通 你知道嗎 台灣博覽會 我們要準備放影片 我要走快一點 以前我們的大學先修班的學生 林家比 他在做什麼 報復林家比在念詩 念排句 日本的排句念詩 文人文學社 這什麼 國標舞比賽 日本老師有日本來 現在在公費當中 你看每個人穿的衣服 阿公阿嬤穿得比 那個樣子你會看嗎 男生穿著女生穿著 打扮得像花枝招展 對不對 鄉下 我連鄉下照片都抓出來 竹東的鄉下有一個幼稚園 那這老師 日本老師 新店 你看台中 小京都 來我要放影片喔 日本天皇來的照片 台中金鳥出口 以前台中 台中七 有可愛嗎 小朋友這麼可愛 神社裡面這樣 寶丁 台中 周廳 東元嘉正女學校的女生做裁縫課 你看 這個家農學校 台南 漲畫水源地 以前那種自來水都要有水源地 台南女眾女生 你看 也是整整齊齊 頭髮整整齊齊 準備放影片喔 台南車站 吃飯 打網球 你看看 很多照片 高雄軟式棒球比賽 那個球隊 手邊有好幾百張 幼稚園裡面 園遊會 日本時來就這樣啦 高雄水展試驗學校 在開趴 屏東那邊的部隊 你看 全家出遊 租車 穿日本和服 穿西裝 來 你看 屏東便當室吃會 屏東婦女會 你看 隨便一個小朋友打扮 你就知道媽媽都會打扮 你看 小朋友每個都會打扮 你們會看 你看 基隆 去游泳課 拜託 那多久以前的 來放影片 來 開始 前進 南進台灣 對啊 那個影片把它播出來 把它拉過來就好了 在桌面上面直接拉過來播放就可以了 有嗎?有抓到嗎? 對 可是沒有出現 來 很好 電燈要關一下 我們到六點結束對不對 可能有一點點不夠 所以中間要稍微跳快一點點 講的時候再往前拉一下 看影片更清楚 來宣揚他的政績 新興的台灣 跟過去台灣完全不一樣 在西方 台北沖 高知 由大立 來歷前 台灣被清朝政府當作話外荒廢 台灣居民是話外之民 改曆之後 日本政府自立 我們成為帝國臣民 成效卓著 改曆不到幾年時間 做了什麼事情 平定土匪的叛亂 進行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改修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理藩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或改革或者軍事方面 都非常完備 黃氏疑似同仁天哲 我跟你講你們看影片要知道 這要有基礎建設叫Infrastructure 才有配電才有 迷紅燈需要大量電力 文化跟政治之都 這台北橋 以前的台北橋 1911年8月的時候來個大颱風 看這機會是日本人把所有 以前大清地去的 澳洲都拆掉給他們來 都市建設 但是一部分的做 沒辦法一次全部做 但是一部分的拆掉成 留這個 當作古機 台灣總督府 下來齁 台北橋 海北橋支柴 我們很少有地區 台灣軍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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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公司 曆日林 進區還有建築物的設計 還有道路的規劃、城市的規劃、配電 所以當時台北市的那個 階級是很漂亮的,那種規劃 整整齊齊,房子的建築的風格 現在是種豆腐100個地方來看 有機會把過去的舊建築拆掉,改成比較新的 有一個觀察點叫做路燈 要看路燈也很重要 你看那時候街上的人 有穿旗袍、有穿和服 那是Fashion人 公車 人車分道,這也是很重要的規定 人車分道,以前才有所謂的頂子 台灣的路燈也很適合 今天頂子都不用 阿虎 還可以吃一條 遮太陽 鐵路旅館,就好像現在機場旅館一樣 鐵道旅館 還在休息 這時候全台灣的鐵路已經通了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站的旅館 台北駕駛 台北駕駛 這是人力車 跟我們奔透看看 我們內地一樣 日本 駕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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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我們的明治橋 明治天皇 明治時代 到後來的魚山 台北神社 漂亮 很漂亮 漂亮的一個橋 台灣神社 台北工會堂 工會堂 台北工會堂 國務館 那時候台灣人的生活水準很高 有休閒 有工作 有娛樂 台北放送局 電台 兩個語言發音 台語跟一句 麵 麵都有幫上 食物園 你慢慢 感受一下 以前 阿公阿嬤 那個時代的台灣人 身為大日本帝國的臣民是怎麼鄉修 那種生活的 氛圍 環境 那種特殊 當然 也要面對大廠 那邊就是 以前中古色的那一棟 現在又是 你自己就是看廟 看那種東西 住就去那種 中國住的那棟 是介於中間 你看 馬上就看廟 看中國的那種東西 我們用通廷200多年 縮改沒辦法那麼快 你們要看一下 年輕人沒有看過綁腳 這個就是 要有錢人的家 女孩子可以綁腳 一般人要做事情 不可能跟你綁腳 很落後的習俗 但是 3號那個時候就存在 看中國人那一頭 你們很熟悉的影子就跑出來了 很熟悉的髒亂 在那天 唉 現在是沿著淡水河 一個一個地方 去 看 看 北投溫泉 你不能讓開發的 你現在到北投還是可以看到 溫泉博物館 回去參觀 除了溫泉以外還有一些休閒活動 那時候非常豐富 高爾夫球場 日本時代就打高爾夫球 淡水 國富 國際標準 新竹 這邊可以稍微跳一下 要不然時間不夠 跳一下 對對對 看茶葉的部分 來停一下 慢一下 來繼續繼續 我只讓他slow down 跳 跳一小格就好了 你看以前的製造生產 前面茶葉當然是手工啊 可是再來怎麼辦 你看 前面手工過來 機械化 全部機械化 結果一起來製茶是機械化 然後生產線 你看每個人都戴 頭套啊 乾乾淨淨的 阿公阿嬤 做那個時代就什麼做事 有生產線 你看 包裝 包裝設計品牌 對 日東紅茶 就是日本帝國的 就是日本帝國的做事 台中 過來 你們可以看一下台中的風景 這幾十年前 台中的車站還是這樣的時候 蠻可愛的 真的蠻可愛的 你們都沒有經歷過 台中市 這綠川 很漂亮 很多的柳樹 台中是台灣 成為日本新興都市 你看那個 路墩多漂亮 有綠川柳川的清流 非常安靜的城市 非常安靜的城市 不吵雜 沒有雜亂的東西 幽靜而美麗 有台灣的京都之稱 以前台中是這樣 彰化銀行 那時候 台中 周廳 好我們跳一下 這個是那個 日月潭的水庫 台灣那時候公立電 南北公營 24萬千瓦 非常 台灣電力蕙色 台灣 基礎建設的其中一部分 是電力工藝 你看 大家電線配送 瑞坦往北 往高雄 動力供應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台南這邊跳 這邊跳一下 阿里山神武跳 那時候 嘉義的地方 嘉義 你們以後要看的話 我最近跳很多 你們可以回去 網路上去補 那照片 其實蠻珍貴的 來 再往 再往電跳一下 接下來看我們唐葉 唐葉也是日本時代的時候 成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阿里原太郎的時候 就開始 帝國治唐 就是會社 你看 唐葉包括 那時候 就開始做了 那時候 這時候 政党 委員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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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難設立的 整個基礎 就是日本人做的 中國大民沒有做什麼 中國大民沒有做什麼 就接收人家的東西而已 十七年 平均一個人使用砂糖的量來決定這個國家穩明 穩明不穩明 所以他在想用砂糖 你看以前 季節化耕地 厲害 本期代就用季節化耕作 你覺得很奇怪 上百年之前的台灣就是這樣在做事情 他沒有改變多少 很奇怪 然後 這邊跳一下 時間不夠 只有兩分鐘三分鐘 來 以前有做實驗 不光做糖 也做這個 實驗所 你需要input 做酒精 郭山頭 加南大俊 1930年 1930年 供應整個 我們到座可以到三收 是主要的力量 來 再跳一下 高雄 高雄 這邊也跳一下 直接到港口 你看 那時候就是上面在 直接運的那種方式 來 再跳一下 高雄周庭 你看 看一下剛才那個 那個 那個 對 Matsuri 祭典 好像是日本 結果是台灣 對 Matsuri 對 這是台灣 那時候就是日本 啊 內地到基隆 內地去日本 到基隆 不可貝出發 三個昼夜 Fukuoka Qシュ 出發 兩個昼夜可以到 有 有 船 定期航路 主人 又有機 地下 電纜 豪華 豪華版的航路 台灣拓殖會社 台北會議長 來 大學 高砂族 大學專科 畢業生 當然是 跟老師當 巡查的 好 我們今天上課 上到這邊